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1月22号 张医师献上课程 我们今天的主题 有张医师的新年助辞 还有次工染疫康复后的分享 张医师好 张医师新年快乐 今天是2023年岁次奎卯年 请张医师给我们新年讲话 谢谢 张医师请您开始 所有的朋友 家人 大家好 时间过得飞快 2022年 即将过去 迎接着是2023年的到来 自己有一些感触 想跟大家分享 过去这几年 疫情四年 很多民众 都深受其害 不过经历这一场 重病也好 感染也好 甚至看到很多报道 我相信对大家来讲 应该印象深刻 也更体会到健康的重要 我们常常在讲 如果财富跟健康来相互 哪个重要 毫无疑问的 你再多的财富 如果生命没有了 什么也没有 当然是健康重要 但要健康 也不是很容易得到 如果你在生病那一刻 你用错了方法 很可能 这宝贵的生命 再也挽回不了 所以平常 你就要对于健康的知识 要去深入的了解 什么方式对你是最好的 原始点 其实它就是为了 维护人们的健康 解决疾病而诞生的 早期就是因为我太太 也是得了大病一场 我自己也没办法救起来 自己虽然身为医师 非常痛苦 但也知道自己所学的 非常有限 才彻底的觉悟 一定要找到更好的方法 来帮这些同样生病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原始点的诞生 真的太不容易了 在这即将过年的这一刻 我不由得还是回想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大家知道原始点从2006年到最后一版 也就是2021年年底 完整版才出来 这中间经历了太多 大家无法体会的很多事情 那我也不多说 因为书本上多少都有提到 不过这一年来 我偶尔还是会去看 因为出版到现在已经一年了 以前只要看到书本 我就会想改 看能不能写得更好 今年我也偶尔会去看他 但那种想改的心情也没有了 现在看到书本 书本里面的很多画面 都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还是历历在目 感触很深 这些过程中 要感谢的人太多了 比如最要感谢的就是 这些生病的人 他们用生命视线 生老病死 让我才懂得 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他们用生命来告诉我 我是没有办法走出这 就是我自己被医学所困的 所谓的我所学的 都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但慢慢从中 去了解他们生命的过程 然后也试着在他们身体找答案 很多问题才终于找到答案 所以这些过程中 真的都非常艰辛啦 那写书又是另外一件难事 自己其实文笔不好 那没办法 为了把这些画面写下来 有时候写得太农场 也有时候写得文不达意 但经过这一年又一年的不断修改 加上有一些志工朋友们 他们发现哪里有问题都会提醒我 那我也很感谢 有一些志工 甚至也帮我觉得应该哪里要做修改 这一本书在这样大家的帮忙下 才能够写到这样 所以我现在在看它 如果我在想 我重新再来写 会不会写出这样的书 我也觉得我没办法 所以这一本书 在目前我来看 应该是很完整 那各位也现在也知道 健康的重要 如何得到健康 我的建议 还是要先从书本里认读懂 那如果读不懂也没关系 可以看我们这些平台里面的影片 我都有讲解 只要认真看 应该很快就会 懂得怎么照顾你身体 譬如我们就举一个例子来说 这一次刚好美国基金会 那个陈经理跟Luna 他们刚好回台湾 我跟他们已经好几年没见面 那之前刚好就是前一年 陈经理中风 情况蛮严重的 那前一两年中风 我人在台湾 他在美国 不过我对他非常有信心 因为他懂原始点 所以我深信不疑 他一定可以恢复 第一他对原始点的理解 然后加上前心的投入 这个我都看在眼里 所以果不其难 如我预测的 在短短一个月他就大幅进展 那这一次回来的时候 我看他完全不像中风 跟正常人一模一样 大家可以想见 已经七十多岁的人 如果是你中风去医院 一般都是半生瘫痪 还能够走出来吗 一般很难 要像他这样很难 然后更可贵的是 他来台湾这一个夜里面 我们也常常聚餐 他们有提到 陈经理刚好遇到两个触导的人 而大家周围的人都方成一团 还好陈经理 就指挥大家应该怎么做 然后帮他们立刻解决 两个都很快都恢复了 你很难想象 一个七十几岁的 他自己得了重病 恢复之后 还可以随时帮助别人 还正在发光发热 这个如果不是原始点 我相信谁也没办法做到 比如当一个人触导 你如果是中医师 你身上没有针 针灸的针 你怎么帮他刺激穴道 让他恢复呢 如果你是新医又没有药 你怎么让他恢复 你顶多就是用手法 CPR 但这个问题我早期就有讲过 CPR按的位置刚好是患处 患处是不能救人 原始点的开关 所谓他处体伤 它的大开关 都是要离开患处 才可以找到真正答案 那原始点强就强在 它的理论很简化 那一般人即便没有医学背景 我相信大家都可以学会 因为他把所有疾病都归为 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体伤你只要找大开关 就像遇到这些病 如果看到触导 你一定先从上背部按 只要按推上背部脊椎两侧 一般患者都很容易醒来 绝对不要先从头部 那背部按完起来 再教患者怎么温敞 不要再受癌 很快患者就可以转为为安 让生命得以重生 尤其在这危急时刻啊 按错很可能就没了 所以 学原始点是一个捷径 它不会像我们其他的医学 你要学中医 要背经过穴位 然后真正使用在临床上 也要好多年 一般会去想学的 我看大部分都是 身体有疾病的时候 才会去想学 那身体有疾病年纪也大 记忆力也不好 你要背那么多中医的书 其实是有困难 何况里面要应用上 非常不方便 那原始点它的工具就在你身体 马上可以做 也不用药 也比西医方便 然后又在临床上 已经把人体的大开关都找出来了 你也不用花很多时间去 你看体伤只有一条脊椎 及七处 非常容易理解 那热能呢 更是我们都是在日常生活中 就可以找到 比如电坛啊 软软贴啊 那红豆袋啊 甚至内热源的浆本 也可以外用也可以内服 非常方便 这些都是日常可以 就可以拿不到的 所以生病 你只要善用这些周围的 甚至如果紧急 只要工具就能解决的 你双手一出手 很多症状就可以解决了 你想想看还有比这个更简单的吗 而且这一次疫情的关系 很多人也用了原始点 而懂得用原始点的人 大部分都是我说的淡定 聪明 他根本一点都不会害怕 他知道自己这样的情形 应该用什么方法 他就会恢复 所以只要方法对 即便你已经算是重病患 都可以转为为安 所以新的一年 我很期待大家 这个新书一年来了 我也没有再更改 这一本书应该算是 写的已经我个人感觉 既然是完整版 就是已经在理论上讲得很透彻 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你看薄薄的一本书 才一百页左右 而且字又大 理论很浅显 你只要稍微反复看几遍 看不懂又有影片辅助 我相信只要两三个月 就可以学到很好 你这一生即便遇到任何的疑难杂症 都懂得往内求 而不是一生病就慌了 就往外求要去买药打针 就不会 你就可以很简单就可以解决 像前不久 我也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生病的过程 那也跟大家提醒 这一场疾病让我们看到很多真相 比如打疫苗 能解决我们的问题吗 没办法 疫苗有些人没有病打了 变成生病 甚至有些人一是打疫苗就死亡 这样的人很多 那你怎么能期待说 疫苗可以让重病变成轻病呢 这个没有病的人打了都会生病 甚至有些人好好的人就被打死 那这个逻辑就不同了 事实上也是这样 这个在我讲课里面 都不断有提出来 那同样的西医检 说感染病什么某某种病毒 好 你检测出来又如何呢 这个疾病真的是由病毒引起吗 这个也不得不仔细再思考 如果是病毒引起症状 好 那这里逻辑上就有一点问题 为什么 那为什么有些人核酸检查 它是阳性 竟然没有症状 所以 这样来说 就如同病毒感染了 是每个人都一定有症状 没有啊 事实上也是 那这个就原始点就讲得通 一定要有体伤及热能不足 这个才是真正的疾病之一 才会导致疾病 才会导致疾病 而不是病毒直接产生的 这个理论在中医 其实也是讲得很透彻 中医是说 症气足则邪不可干 邪之所咒 齐气必须 你感染了一定是身体先出了问题 你才会有症状 如果你身体没有体伤 没有热能不足 你即便痒 痒又如何呢 它不会怎么样 所以西医医也承认 病毒是没有药 但医生都已经跟你讲这么清楚 但你一旦感染 很多人就往医院去 甚至是去打点滴也好 打钓瓶 但问题来了 西药包括钓瓶还有一些西药 全部含粮 会进一步消耗热 那原始点有提到 解决疾病要保住生命 最重要是热能 有热能则生 无热能则亡 那这些含粮药都会消耗热能 你想去医院保住生命 常常有时候就事与愿违 所以很多去医院最后也没有救起来 也一大堆 所以在新的一年即将到来 我还是建议生死四大 每个人一定都会遇到这种身体的变化 那即便这一场疫情 这几年一直在发生 我相信这一场还没有结束 还有人正在感染 还有人正身陷其中 还在找答案 赶快吧 上网看看原始点 他已经都提供了很多的方法 这些方法 都是日常生活可以找到的 很多方便的方法 刚刚我也有提了 你只要热能够 好 就算一个姜 你懂得用姜去涂身体 然后喝姜 姜汤或姜泥姜丸 懂得这样温敷 用电毯 这些来温敷 我相信 你身体也不至于恶化 也会慢慢好 所以有生病的人 赶快用 还来得及 我相信如果用得当 甚至还可以转为为安 那这些经历过的人 经历过这一场灾难 但我们都能够幸存者 我们也要引以为戒 就是重感染 随时都有可能感染 这一场去了 以后什么病毒再来也说不定 那我们现在就应该要 更进一步去了解 就像我提到的 你看懂原始点的人 那这一场他们都可以 知道要怎么解决 甚至还可以帮助别人 不只帮助自己 还可以帮助别人 要学习又很容易 上网现在都很方便 它没有复杂 所以我也希望说 经过这一场 我相信大家对健康应该越来越重视 赶快吧 这一本书也经过了 这么多年大家的帮忙 总算也完成了 非常易懂易读 读完又可以非常容易用 要善用 相信你们很快就可以 如果真的把身体拿来尝试 很快就知道 这个简单的方法 才是最好的方法 越复杂你搞不懂的 反而对你健康越没帮助 这是我对各位就是呼吁 如果能这样很多灾难是可以避免 那新的一年 我相信大家应该是充满信心 希望有一个新的倾向 但在这之前 真的还是要懂得怎么样 得到健康 原始点就是教你们 人体本来就有自医力修复力 你只要善用这些日常的一些 对你身体有用的东西 然后避开一些寒凉的 就可以主宰自己的生命 而且你也可以做健康的主人 不要试试 就是一身体有变化就要迎来 那这个才是最好的方法 最后新年我想跟各位提到健康的重要 最后祝福大家新年愉快 心想事成 平安健康 好 谢谢各位 谢谢老师的新年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因感染新冠消耗大量热能后 头部体伤加重 而造成变谈的案例 2月3号下午 我接到患者的求助后 我就随身带上一些内外热言 去到患者那里 其实患者家属在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有大概告诉我一些患者的一些症状 到了以后 我也快速观察了一下 这患者大概是55岁 体力中下 他嘴巴有些歪 嘴角也明显有些上翘 然后整个脸部绷紧 在这个观察的过程当中 患者也咳嗽了几声 他这一咳嗽 我就大概的知道是因新冠 发烧后消耗过多的热能 然后头部体伤加重的症状 患者和家属也不敢说他感染了新冠 估计是怕我怕 或者怕他们自己也怕 观察后 我撕开了五个软贴 放在头巾上提前发热备用 同时也让患者家属去制作浆泥 很快这个外热研究都准备好了 当时的天气还是有些冷 我在头部原始点上涂了小部分的浆粉泥 用十字公计在头部原始点上慢慢的按推开 我的力道并不大 但患者就能感到非常的脏痛 大概按了五分钟后患者就说两个膝盖滑冷 我也摸了一下患者的手和脚 确实很凉凉的 我就赶紧在患者的脚底 袜子上贴了两个软贴 冲了一杯龙姜汤 让他慢慢喝下 同时也快速在患者的整个背部搓干姜粉 然后把衣服包好 在背部也轻轻的给他按开 整个上下背部原始点也轻轻按开 这样子很快过了五六分钟 患者就说全身暖和起来了 我也观察了一下他的脸部 嘴角不再往上翘了 虽然整个脸看起来倾斜的样子 但是嘴角已经不再翘了 也因为患者他住的地方离我很远了 有十几公里 我就说要不再按腿一遍吧 我就又开始对头部的原始点进行按腿 同样我那个力道也不大 同样也就是按腿一个五分钟后 患者又说冷了 其实也能感觉到患者体伤比较严重 体力也比较弱 其实这个时候我心里已经明白 不能再按下气了 我就又冲了一杯龙姜糖 让他喝一下 大概过了六七分钟 患者也说身体又软和起来了 我也没再按腿了 开始交代患者和家属一些后面的生活 当中要注意的事项 患者的侄逆之前也有了解 原始点一些 所以说我说的他们都能明白 也非常严厉配合 患者的侄逆也非常细心的请教了按腿的手法 和一些内外热源的应用 这样子就结束了 患者自己回家也非常认真的去 可以落实原始点医学的各个生活方式 今天九号 早上患者就给我发微信 说好的差不多了 非常感慨的说 对原始点医学非常有信心 我也有这种感慨 但我更多的感慨是 就是庆幸福自己懂些原始点医学 希望这样一本能让众生得到大安心 大安稳 大自在的这样一本原始点医学 能在老师的眼景下 在全世界发扬光大 也希望每个原始点医学 能永远怀怀的这样一颗初心 去践行原始点医学 再次感谢张医师 还有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志工团队 谢谢你们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再见 好 我们现在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段 香港志工的分享 各位原始点的爱好者 我是住在香港的杨丽真 今年我70岁了 今天是2023年1月14日 我跟大家分享 我在2022年两次感染心冠肺炎 是怎样用原始点方法去调理的 我两次感染 都是在2020年头和圣诞节 病征都是差不多 第一次是重一点的 维持了一个星期 第二次是轻一点 维持了两三天 都是开始的时候 有喉咙痛 刺痛肝 有喉咙痛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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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痰肝 有鼻水和鼻塞 第二次是没有这些 完全没有发烧 那我如何用原始点方法去调理呢 首先我开始的时候 会按推原始痛点 头部、颈部、上背还有内肩甲 差不多一点点都痛 按推原始痛点后 我就会用姜泥去按推这个部分 有时我都会用电风筒去补暖 至于内外热源 我每天都会用姜泥 早晚会服用10-20粒姜泥 中间如果有喉咙痛 我就会含一些姜泥或者甘草姜片 间中我都会用柠檬核糖去开姜水喝 早晚我都会用姜粉噴鼻腔和喉咙 晚上我睡觉 我会把我的黄土床垫和黄土枕头开到42度 至于日头我间中都会用浓缩的姜泥按推原始痛点 然后可能会用暖贴去贴这些部分保温 我早晚都会用姜水去瘦口擦牙和洗面 至于食物方面我会避免用可能性的食物和饮品 在煮食的时候我都会用姜辣椒和胡椒和烤性的调味料去烹调 定时三餐 每天我睡有足够的时间八小时 运动方面在家做耍太极 手操 至于心境方面 当然要保持良好的心态 我就会电话和WhatsApp和朋友聊天 分享我的经验 因为我本身是基督徒 所以我就会参与基督教网上的聚会 去保持我的心境是宁静的 总结来说我感恩不尽 也都要多谢张超寒医师的教导 我两次新冠的感染 我都是用环子点方法去调理 我没有用过任何的中西药 身体大概两个星期左右就会康复了 恢复得不错的 也都没有什么后遗症 在这里我祝愿环子点的爱好者 能够将环子点的理论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学好环子点 生活就没有烦恼了 接下来我们放两个麒麟志工的分享 家人们好分享一下我们全家四口都养过了 12月11日女儿先发烧的 我给女儿按完姜女儿不到十分钟她就退烧了 开始女儿说全身冒凉风 平时她也不太注意寒凉 夜里女儿全身疼痛 我又起来给她推了三年姜女儿 12月12日清晨起来好了很多 就是没有嗅觉 13日觉得身上没有力气 但是还算可以也吃东西了 就是说话还有点低音 早上起来用姜糖洗澡 12月12日下午我嗓子咽东西不太舒服 含了点姜粉喝了点姜糖 嗓子舒服很多 12月13日清晨起来 觉得走路有点头痛脚轻 全身有点酸疼 身上有点皂色喝了点农姜糖 我家人下边回来 我见她脸上红红的 就知道她也中刀了 一两体温39度多全身疼痛 腰痛的更严重 我就赶紧给她喝农姜糖 按腿姜女儿 夜里大概要腿五次左右 当晚就退烧了 14号起来 我家人看到兴奋多了 但是体力还差点 用姜糖早晚给她灌肠一次 补充内外热圆 15号她就正常上门了 喷姜粉 嘴里都给她喷上姜粉 背上贴上暖贴 下边回来也都是喝农姜糖 我14号做完饭以后自己没吃饭 觉得很困睡了一天 吃啥都没有胃口 没有嗅觉 舌太厚厚的 含上姜粉 再喝农姜糖 15号早晨起来 体力比14号好点 做完饭也没吃饭 躺了又睡了一天一宿 14号15号 这两天都是我儿子 照顾我们俩多 16号早上起来我轻松了很多 这时我儿子也中招了 出的全身是汗 被子湿的就像刚洗过一样 体力严重的下滑 我忙着给他熬姜 生汤喝 16号下午我儿子烤完饰了 发烧也严重了 给他推了两天 将你睡电热毯 16号我晚上又一夜没砸睡 给儿子熬姜糖 儿子睡了一天 18号早上起来好多了 哪也不疼了 身上也轻松了 我们家几口人相比之下 我比他们严重一点 因为我熬了几个夜晚 没睡好也消耗热能 我最严重的就是14号15号 两天就好了 只是说话有鼻音 没有胃口没有嗅觉 我老妈今年78岁 自从我学原始点之后 妈妈一天要也没吃过 都是用原始点调理身体 这次养了之后 妈妈就有三天有点咳嗽 没有发烧 没有胃口 没有嗅觉 小外甥今年9岁 也是原始点的素宝宝 正赶上小外甥在那里上网课 有点不太舒服 我妈妈平时都用原始点 这次妈妈用手给他搓了搓 背部原始点喝了点姜糖 小外甥就一天多好了 我妈妈有三天左右 没有胃口 但是没发烧 我给她按推一次姜女 天天喝农姜糖 妈妈自己又灌了几次肠 早晚各锻炼一个点 中午有太阳时 还能在院子里跑几圈 妈妈也说非常感恩张医师 这几年学了原始点 老师也天天讲 有病就是因为有体伤和热能不足 所以没有恐惧 从没有害怕过羊 我们全家一片药也没用过 都是喝农姜糖 睡的是电热毯 好点就多运动 帮医师研发原始点奉献给全人们 祝福张医师身体健康 吉祥如意 感恩吉林季学长指导 祝福天下人人能去到原始点 家庭幸福美满快乐 感恩 大家好 我是赛东德州的姑娘上高三 今年18岁 18号中午回到家 她说嗓子疼 估计中招了 我就煮姜糖 她也不喝 只喝白水 我自己也赶紧用姜粉喷鼻 嘴里焊姜粉和姜汤 她除了嗓子疼 食欲还不错 我就熬了点粥 放姜粉 炒菜呢 放辣椒 放姜粉 晚上呢煮姜粉 水泡脚 泡到初汗为止 到20号 她就发烧到39度5 晚上呢 一直烧到40度 劝她好几天她都不停 病情越来越重了 今天她终于听劝了 吃了50粒姜丸 喝了一小杯浓姜汤 到了21号 还是发烧到40度 因为好几天没有排便了 我劝她灌肠 灌了60毫升 烧呢 立马就退了 经过这几天折腾呢 我也肿着了 嗓子疼的 咽口水都疼 我不停的含姜粉 一天含了六勺 喝了三大碗浓姜汤 所以酸没劲 晚上垫着它 开到最高 出了一身汗 这个腿啊 也不酸了 到了12月22号 姑娘呢 觉得好了 穿了一身单衣服 这不又着凉了 留鼻地咳嗽 吃姜丸 每次吃50粒 23号到26号 也是每天三次吃姜丸 每次姜丸吃50粒 粥呢也是放姜粉 她偶尔的咳嗽一生 基本上都好了 我呢 只吃了一天姜粉 其余的都是喝姜水 自己按推耳后原始点 三天基本上就好了 偶尔的咳嗽 到这七天呢 就彻底的好了 身体有了体力 吃饭呢就香了 我姑娘八天她也好了 我知道 只要热能足够 体伤 解决了 身体就能好了 在这期间呢 我没有恐惧 但是 需要给家里人软磨硬泡 这次家里啊 都见证了 我们用严实点的真实疗效 父母感染都八十多岁了 他们都希望寄托在药物 但是呢吃了药啊又不管事 我妈呢心衰 这次新冠呢 她只是后背发热 就是我平时的时候 我就经常的给她按推 贴热贴 她虽然没有喝姜汤呢 每天几乎每天都给她按推 身上体伤呢也不是很重 这次新冠呢 她没有任何的不适 只是感觉后背有点发热 但是呢我好了之后 还是继续给她前后搓姜泥 然后让她喝姜玩 鸡寒凉 适量运动 我爸爸呢也是咳嗽 也是这样给她处理的 现在他们的看法呢 也有所改变了 但是我希望更多的人 能够认识原始点 了解原始点 坚信原始点 每个人都会受益的 特别感恩张医师 研究的原始点 改季节 疫情来临 不害怕 坦然面对 轻松解决症状 好我们现在最后放一段河南志工的分享 尊敬的张医师 新年好 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我将我新冠感染 康复后的经理分享给大家 2022年12月13日下午 2022年12月13日下午 干活忽然感觉很累 就去睡觉休息了一个多小时 到了晚上 发现人更疲惫了 衣量体温37度8 整个人疲惫到 几乎不能下床走动 腰背脊肉酸痛 屁股痛 双腿酸痛到无处安放 脚背上的筋 一阵阵的抽筋般的阵痛 满身酸 困 痛到整夜无法入睡 不停的用微包笼加热 红豆袋温敷 12月14日第二天 由于昨天晚上一夜没睡 今天人更疲惫了 也没有食欲 今天我加大了内热源 用烘身虚30克加干姜片30克 熬煮4个小时 再擦饮用 烘身虚粉25克加姜粉 25克做成姜绳粉 一天分4次吃 白天一天都没有下床 几乎都是在昏昏沉沉中睡觉 离开红豆袋就难受的受不了 到了傍晚的时候全部退烧了 晚上的时候我想起来运动一下 但我发现站转甩腿5分钟都坚持不了 12月15日第三天 昨天晚上已经能好好睡觉了 今天早上起床体力明显比昨天好很多 可以一次性连续甩腿运动20分钟左右 今天发现咳嗽有痰 并且痰非常的浓稠 并且感觉磕出的痰有一股好奇怪的味道 昨天和今天都有一点拉肚子 今天拉的比昨天严重一点 吃饭恢复正常了 12月16日第4天 一口气连续甩腿运动40分钟 运动完没有疲惫感 自我感觉体力完全恢复正常 今天咳嗽好很多 看很少 全部浓稠 也没有奇怪的味道了 鼻涕增多 鼻塞 嗓子有点干 痒 轻微的痛 我自己用三胶鞘按摩器 按推了头部及颈部原始点 下午继续温敷 并用浓浆汤喷鼻 12月17日第5天 今天拉肚子更严重了 肚子痛 拉大便的时候痛得像拉刀片一样 用10克的姜粉 按一滴15的比例做成姜粉泥灌肠 坚持连贯三天 每天一次 三天后拉肚子完全好了 排大便也不痛了 12月20日第8天 这两天是左边牙痛 牙周肿 舌头目麻 左边的嗓子痛 左耳痛 脸带着左边的半边脸 都是痛的 痛到嘴都张不开 只能吃稀饭 青菜都吃不了 由于我自己按推力道下不去 到了12月23日 我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 联系了以前店里帮忙按推的志工姐姐按推 当天晚上吃饭 饭头就不用往稀饭里面泡了 嘴也能张开了 12月25日第13天 到今天为止 身上少有不舒服的症状全部消失 我感觉身体完全恢复正常 自12月份疫情西元我的家乡以来 我有原始点调理好了好多患者 这些人调理的公众之处就是相对于吃退烧药的患者 逼他们退烧快 我们全部都是24小时内退烧的 体力恢复快 症状点轻快 并且少造罪 没有任何后遗症 我的哥哥和儿子是在没有任何按推 只用内外热源的情况下完全康复的 儿子康复比较快 三四天就完全好了 哥哥以前有脑歇栓 内热源用的比较多 差不多两周也完全康复了 就公公年龄大 七十多岁 有着十多年的气管炎和飞气肿 公公被感染后 我直接按推 推浆粉泥 以及内外热源全部落实到位 也是两周内康复的 我老公和女儿差不多一周就康复了 我是六年前认识原始点 并认真学习的 2018年8月份 曾因泪风湿瘫痪在床 当时情况非常严重 整个药卫一下全部僵硬 并且全天24小时剧烈疼痛 泪风湿的痛真的是痛不余生 如果没有原始点 我真不知道我余生的日子该怎么过 当时冲滩到战就用了31天 然后又用了半年时间去康复 泪风湿这个不死的癌症 完全彻底的被原始点医学所征服 原始点却是让我少遭好多罪 是原始点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让我余生的每一天都活得阳光美好有价值 开始我是原始点的受益者 后来我成了原始点的推广者 我将用我的余生去推广原始点 快乐 快乐